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药材财经台为您直播的A股全日通,我是淳子 今天我们很高兴请来了药材证券的A股分析员潘灵俏潘小姐 来为我们分析一下今天的A股走势,潘小姐您好 淳子您好 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截至到今日收盘为止A股的具体表现了 那今天A股是属于全盘的下跌,我们来看一下 上证指数是跌41.59点,报3886.32点 那盛证指是跌了205.98点,报13117.1点 沪深300指减50.54点,报4016.13点 创业板指是跌了76.72点,报2622.19点 那派小姐在昨天人民币的中间报价机制调整2%的贬值之后 今天人民币的汇率是继续的有一个下跌的动作 那人民币贬值也是继续的拖累A股市场 所以今天的大盘走势都是往下跌的这样一个状况 那人行同时就强调了5点 是支撑人民币不会出现持续贬值的一个理由了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中国经济增速还是相对的比较高 其次经常项目长期保持顺差 那第三就是境外主体在贸易投资和资产配置方面 对人民币的需求还是呈现一个逐渐增加的状况 那第四就是市场就预期美联储加息 将会导致美元在一段时间内都还是走强的这样一个状况 而市场对此也已经在消化当中 那最后一个理由就是中国外汇的储备仍然是比较充裕 所以潘小姐你认为人民币贬值会对A股的后市 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么首先从人民币贬值这方面来看呢 一方面呢人民币贬值之后呢 会使得市场对于一些人民币资产的估值方面呢 会有一个调降 所以呢今天也是使得一些的一个金融啊 以及房地产的这些板块呢都会相对的一个疲落 另外呢受到这个人民币贬值的一个影响呢 航空股呢也是今天继续的大跌 所以呢整体来说是拖累这个这个指数的一个走势的 那么另外呢这个人民币这个下跌之后呢 那么市场呢也是认为呢主要呢是因为呢希望能够通过贬值呢 是能够带动一些的出口外需 以及呢是这个稳定这个这个通缩的一个现象 那么由于呢是这方面呢一个担忧呢 是令市场呢担忧说是不是其他的一些的一个稳增长的措施呢 在实施之后呢没有一个有效的一个状况 那么使得呢投资者对于经济前景这方面呢会有更大的一个担忧 那么从今天下午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上面看呢 像是这个工业增加值是的增数呢也是回落到了6% 那么低于市场预期的6.6% 另外呢固定资产投资以及这个房地产投资 这方面呢也都不是特别的一个理想 那么包括不及这个预期 所以呢也是在下午呢今天拖累的这个大盘的一个指数呢 呈现出一个大幅下跌的一个状况 那么另外呢那么虽然说这个央行是提出了这个五个理由呢 认为呢人民币是会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之中 但是呢其实市场对于人民币的一个看法呢 普遍是比较悲观的 认为呢人民币可能有5%以上的一个贬值的一个幅度 那么这样的一个预期呢也是使得呢市场担忧外资 这方面会不会流出市场 所以呢那么观望的一个情绪也是比较的浓厚 那么不敢轻易的一个入市 那么投资者这方面看 但是呢其实从这个互港通的数据上面来看呢 昨天的一个互股通的资金呢是净流入了8亿 持续五个交易呢处在一个净流入的一个状态当中 而且呢这个流入的一个规模呢是有所扩大的 那么这也是看出从这些数据里面可以看出呢 那么在外资这方面呢似乎并没有太受到这个人民币贬值的一个影响 那么另外呢短期这个市场呢是的确呢是受到这个预期的一个影响呢 使得呢这个上升的动力方面呢是有所不足的 但是呢从今天的一个今天上午的市场的一个表现当中看呢 整体的一个市场的跌幅也并不是特别的大 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当中 那么午后呢是因为一些经济数据的因素呢 使得呢大盘有一个进一步的一个下跌 所以呢那么短期看呢如果说这方面的一个这个消息呢 是市场消化之后呢还是有希望呢 继续重新拾起这样一个上升的一个态势的 那么从技术面上看呢 户指是今天是一个低开之后呢 围绕3900点的这样的一个附近呢 走势比较反复的一个震荡 那么在周一有一根大阳线 包括呢量能方面也是有所突破之后呢 那么今天的目前的这个市场呢 还是处在一个上升的趋势当中的 下方的支撑呢是在3800点左右 那么今天虽然说量能有所这个缩小啊 也会限制这个上升的一个幅度 但是呢上方的一个阻力位呢是在这个3800点的附近 短期呢可能还会有继续上升的空间 就看这个附近3800点能不能够继续的有所突破的 嗯 那看来人民币贬值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 还是需要市场有一些时间来进行消化了 那人民币贬值呢 也是像您刚刚所说到的受到的板块 影响的板块当中啊 其实这个航空股的影响呢是比较大 因为国内航空的公司啊 其实很少做一个货币的对冲 所以呢在汇率下跌中啊 就损失比较的惨重了 而且航空燃油部分呢 也是以外币来进行计算的 所以这个人民币的贬值呢 相应的其实就提高了燃油的这样一个成本 所以汇率的变化给原本啊 这个航空股今年的全年业绩 其实是可能会比较好的 但是因为这个人民币的下跌 可能就带来一个比较大的 这样一个不确定的因素了 所以潘小姐你怎么看这个航空板块的业务呢 嗯那么航空业呢 是一个相对是处在一个高负贷 经营的一个状态当中的 因为呢 航空公司为了保持一些的一个规模竞争的一个优势呢 就不得不通过呢 购买飞机增强这个机组的一个状况呢 从而呢是进行一些 同其他航空公司进行一些的竞争 那么由于呢 目前的一些航空公司的一个飞机制造这方面呢 都是被波音跟空客所垄断的 所以呢 那么这些航空公司在购买飞机的过程当中呢 就会拥有大量的一些欧元或者是美元的债务 像是在7月10号的时候呢 那么东航呢 就向波音呢 购买了 购买签订了这个50架飞机的一个协议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航空公司就承受了非常大的一个汇兑的损失 从去年的这个数据上面看呢 从去年底的这个数据上面看呢 三大航空公司当中呢 以美元计价的这个负债呢 其中呢 国航是有830多亿的人民币 那么这个南航呢 是有580多的这个多亿的这个人民币债务 而这个中航的这个东航呢 是有接近800亿的一个债务 那么这一次的一个人民币贬值的两天之内呢 贬值的幅度呢 将近3.5%呢 是使得呢 这些航空公司呢 其中的一些汇兑的损失呢 就是超过了今年第一季度的这个净盈力 所以呢 那么对今年的一个业绩这方面呢 也是会产生一定的一个影响 那么另外呢 部分的燃油呢 是以这个外币计价的 其中呢 也会有一些的汇兑的损失 那么像是今天呢 这个国际油价呢 继续的是有一个下跌 那么纽约的这个油价呢 甚至是跌到了2009年3月份以来的一个低位 但是呢 其实国际油价下跌呢 一直以来都是在市场的预期当中的 那么之前股价里面呢 也是有所反应的 所以呢 相对的这个人民币贬值呢 则是在市场的预期之外 因此呢 那么今天 昨天继续的一个油价下跌呢 对于是这个股价的上升这方面呢 没有太大的一个提振的一个作用 那么除此之外呢 那么从债客这方面看呢 也是提升了今年上半年的 这个航空业绩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因素之一 但是呢 那么人民币贬值之后呢 相应的这些游客呢 出游 尤其是出境游的一个成本这方面呢 有所增加 尤其像是赴美的航线这些 那可能会受到一定的一个影响 从而呢是影响今年的一个业绩 所以呢 那么短期看呢 如果说人民币贬值是持续的话呢 可能呢这些航空公司呢 都会受到一些比较 比较严重的一个影响 尤其是在业绩这方面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那么虽然说 这个航空股的这个股价上面呢 已经是连续有过两天的一个下跌了 但是呢 短期看呢 还是先要观望一下 不能够轻易的去抄底 看来人民币贬值 对航空股还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阻碍 所以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呢 也是要比较审慎了 好了 感谢潘小姐给我们做出的详尽分析 也希望潘小姐的分析呢 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 那潘小姐 之前我们所涉及到的股份 您是有持有的吗 没有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的节目再会 再见